市長,我昨天的錄音檔 就是揭開你台北市政府的李樹德 就是揪開你的李樹德 你的李樹德 就是李文中 跟你們這一些 劉明龍 張哲陽 等等 我也跟你報告 嚴勝貫議員的這一段錄音檔 我也不知道誰給他 我也不知道在你的標準裡面 他有沒有得到李樹德的同意去錄音 他是不是窃聽 在你的標準裡面 他是不是窃聽 但我告訴你 在刑事偵查上面 李樹德被起訴十年 他是證據 他是有效的證據 所以不要再用窃聽 不要再用錄音 沒有經過所有人的同意 不能要 然後 來模糊焦點 我跟你講 因為看誰出來講 像那個禮拜六禮拜天 你知道說什麼 共文堂在辦公室兩天 我跟你講 我告訴你 你又在模糊焦點 這表示你這種人沒有credit 你又在模糊焦點 我是什麼樣的人 我是台北市民選出來的 一樣沒有credit 你沒有尊嚴 你現在在這個地方 才是沒有尊嚴 因為我對於你 我問的你亂答 沒有尊嚴的是誰 我相信都會有人公平 我再問你一次 李文中跟所有的局處首長 在11月29號的會議 我昨天播出來了 這是他們在會議裡面討論的態度 想要去喬59833加S都省會 更改這個都省會的決議 這是你對大巨蛋的態度嗎 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是這樣 大巨蛋是台灣第一個 這麼大型的建築物 坦白講很多法令不完備 包括那個繁平人數 容留人數 避難人數 我還問過他 這三個什麼不一樣 這是法律上的漏洞 這個就是這樣 他是台灣第一個 因為以前也沒有法令 他說要處理嘛 就這樣而已啊 不是 市長我問一下 我知道你的態度 他就是這麼困難 所以2014年 大家才會選你出來當市長 而不是選擇另外一個 我跟你講 我最近不是每一個送到台大 一級人就救了我 我再重複一次我的問題 11月29號李文中跟局處首長 在會議上面的發言 是你對大巨蛋的態度嗎 我哪有什麼態度 我跟你講 我的態度就是你的公開 我就講過啊 網路直播 這個不管我們怎麼討論 還是有個社會在看嘛 遠雄要有能力在那個 那個會議裡面去 去說服整個社會大眾 他有本事說服 那我也讓他過 可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遠雄沒有辦法說服都省委員 但遠雄說服了我們市長市的主任 李文中顧問 來幫他找了林舟銘 找了這七八個局處首長 一起來讓他順利通過 來市長 昨天 昨天我覺得有很多的事情 你的網軍 真的是還蠻厲害 模糊了很多的焦點 也因為你說切聽 也模糊了焦點 但我今天還是要來讓你看一下 為什麼這個事情 李文中主任 我認為他就是喬蛋 好 來下一個 來下一個 這是九月二十號 林舟銘在任的時候 當都省會主席在九月二十號 五零六次會議決議 就是都省防災避難人數的電腦計算 要以環評核定引進人數 五九八三三為基礎 加上園區可能停留人數進行計算 就是五九八三三加S 他要拿這個數字去做模擬 下一頁 十一月一號 遠雄再開了都省會 他拿了七萬 加戶外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 總共八萬三千七百三十三人 要進行都省的防災避難人數 進行電腦模擬 結果都省會的決議是什麼呢 就說可以 你遠雄不滿意 五九八三三加S可以 你可以提進來 但是你必須依照環評法規定 都省要等環評審查過後才可以進行核定 對不對 好下一頁 昨天提供了十一月二十九號的這一場會議 林中銘一直的在強調 如果你對五九八三三九月二十號的決議不滿 遠雄應該送寒來要求修正 不然如果你要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等環評過後再說 結果林中銘離開之後我要問一下我們黃局長 遠雄有來過韓修正 九月二十號的都省會議的決議嗎 我記得是沒有啦 沒有 那針對那兩個數據 其實都省會的委員他並沒有 就是說對五九八三三跟七萬 他是希望說能夠 好 可以定層 局長我問你 他沒有送寒來修正 那我們11月 但是上一次的會議 我們是 七萬也是可以提出來 然後讓都省委員來做一個評審 沒有錯沒有錯 但我們11月1號的要求是 你送這個都省你要把它調成七萬加S 可以 也可以你提 但必須要聽通過環評 我們才可以審定 請問遠雄有送環評嗎 喔這個遠遠這樣子 遠雄有送環評嗎 針對我的 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對這個程序我給你報告一下 時間暫停 我給你報告一下 環保局局長請上來 都省都省的審定要 都省會先審 兩個是病審 但是你要 來沒有你就回答我問題就好了 環保局局長 都省會 第一個遠雄沒有送環差或是環評的 好環差環評都沒有送對不對 環評跟都省是平行審查 各自獨立 謝謝 對所以環評歸環評 都省歸都省 你的態度在11月29號的會議資料 會議記錄裡面 我們都非常清楚的知道 林中銘走了之後 林中銘被請辭之後 總共我們還開了三次的都省 每一次遠雄都有討論7萬加S 對不對 局長 不是他是有希望能夠包括7萬 我是不是說 林中銘被請辭之後 在你黃錦茂局長主持的都省會裡面 總共在1月3號3月28號 還有昨天5月30號 他們都有送進來對不對 除了59833的數字之外 是不是我們都還有討論另外的數字 呃 是不是 他都以5983加S為主 那至於7萬那個是僅供參考 有沒有提供7萬加S 你這個他沒有什麼參考啊你看 沒有錯啦 你看1月3號的都省會決議 就同意讓他兩岸併程嘛 兩岸併程的方式就是9月20號 林中銘堅持了59833之外 第二個情境就是7萬加S都送來討論 那3月28號就是上一次 所以這個 上次會議就是以5983為基礎 來提到都省懲罰 是 所以這就是你黃局長跟林局長的差別 這就是林中銘局長跟你黃錦茂局長的差別 這也是林中銘會被侵蝕的原因 這也是11月29號 為什麼這些局處首長 這些局處首長會只有林中銘離開 因為在錄音開中銘議第一句話 李文中李主任就已經講 12月18號我們要走辭了 12月25號我們要重新就任 我們要來看一看大家的態度 這就是態度 我希望喬蛋未遂 我希望不管7萬 其實7萬如果它可以模擬過 它環評可以過 它環差可以過 其實只要是一顆安全的蛋 我不管它是59833或者是7萬加S 對我來講 我想我跟市長的想法是一樣 我們要一顆安全的蛋 我們要留下一顆安全的蛋給下一代 這就是我們的要求 但是我現在不知道沒有討論安全 然後我只看到我們市政府很多的態度 還有加上錄音的揭露出來 其實大家都不討論它的安全 大家都不討論它的安全 大家只討論它的數字 我不曉得市長你對 我一直要強調在昨天的 在之前的質詢 在昨天的質詢 包含今天的質詢 我都是要問市長 你覺得這樣的程序 李文中找大家來討論 原本應該是都審委員 應該要決議的事情 這樣適當嗎 再來這樣會是 如果這樣通過了 會是個安全的蛋嗎 那我們又認為都審委員是什麼 不然我記得 人家在開會 人家在開會 人家一定在做壞事 我相信 你們的開會 是不是有做壞事 不知道 是不是有喬蛋 也不是你說的算 我說的算 那妳就乾脆送檢調 不要再用這個聽 我一定會送檢調 我告訴妳 你可以叫妳的網軍 你可以做影片 說我竊聽 妳卻不讓我質詢 這很奇怪啊 我問妳的問題 是妳對大巨蛋的態度 妳現在怎麼一直叫我送檢調呢 我現在在問妳說 59833跟7萬 在林中明去職之後 有這麼大 市府態度有這麼大的轉變 妳一直叫我送檢調 妳在逃避什麼 妳在轉移焦點什麼 正式面對不行嗎 面對問題不是解決問題最好的方法嗎 這不是就是妳的名言嗎 都是妳的名言 公開透明也是妳的名言 留下一顆安全的蛋給下一代 也是妳的名言 我現在全部就是按照妳講的事情 再問妳而已 你現在告訴我送檢調 我跟你講都審還在審妳小朋友 我知道 我知道都審還在審 但都審還在審 都審的態度就已經開始讓我們質疑 所以妳希望已經像李樹德那樣 找妳出吃飯的時候 我這裡站在這裡 夠被揮車嗎 甘不服 甘不服 我跟你講齁 都審有一個齁 就是網路直播 但是事先 在市府還是有市府的一些想法 大家有什麼想法 我跟你講齁 他就是一顆很困難的蛋 我跟你講 他絕對是一顆很困難的蛋 我跟你講地底下10.5公尺 那我覺得設計 我看得也突然聽 這逃生實在是很困難的設計 他就很困難嘛 很困難大家來商量說 這到底要怎麼解決 所以這就是我跟你講的 你們在內部討論 我也現在在跟你講 你們的內部討論這樣行 這不是是都審委員應該要做的嗎 我做的責任 不是就把要操控都審委員的那隻黑手揭開 市長你應該給我掌聲 為什麼一直要打壓我 這是很奇怪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因為你沒有credit 那你就有credit 我告訴你 你的選票是你的credit 我的選票也是我的credit 不是你講的準事 也不是我講的準事 所以你不用哭了歌 你不要用這樣子的方式想要打壓我 你不要以為你是柯粉的阿伯 就可以這樣打壓我 好不好 我跟你說 你每次在遇到重大危機 都選擇不正式面對問題回答問題 都用轉移焦點 也許政治工房上面一時是成功的 不過歷史會為你留下記錄的 我在這裡 我再一次用我的人格保證 我的錄音檔來源絕對不是竊聽 我也歡迎你來給我調查 我跟你說不是竊聽 那個被路人 我歡迎你來給我調查 你說不是竊聽 如果我是竊聽 我跟你講被路人有同意他被路人 他不需要路人同意阿 他不需要路人同意 法律有規定嗎 法律有規定嗎 所以不要再轉移焦點了 我要跟你講 如果你覺得我是竊聽 你去操作那麼多科粉來打壓我 說我是竊聽 我告訴你我歡迎你給我調查 齁 那是竊聽 我告訴你 我立即辭去議員 如果我昨天的質詢的錄音檔 是我簡書培去錄 我不是確定你柯文哲辦公室 是確定你台北市政府 我立即辭去議員 這就是我的credit 那你呢 如果不是 你要不要推出政壇 我跟你說齁 當天被錄音的人有同意嗎 不需要被同意嘛 所以不用同意就可以這樣 我告訴你 林醫師在被錄音的時候 林醫師有同意嗎 我跟你說齁 什麼都是刑事證據啊 市長你是柯文哲 市長 你不是柯神啊 不是什麼都是你說的算啊 柯阿伯 我跟你說齁 這不正常的國家 公務員之間 我告訴你 正常的國家也是用同樣的標準 不要處處去打壓自己的國家 看扁自己的國家 所以你覺得林醫師被錄音拍出來 這是不正常的國家 李樹德因為錄音被起訴十年 是不正常的國家 還是只有你柯文哲被錄音 你的團隊被喬蛋被錄音 是不正常的國家 不要雙重標準 啊我也跟你說 不要再煥養你的網軍 來打擊議員的質詢 影響議員的質詢 我告訴你 我不怕 我就是當選的議員 我的職責就是監督你柯文哲 如果我繼續當選 我就繼續監督你 你越打我 你讓你的網軍越打我 告訴你我就越紅 我越紅 就會有越多人拿資料來給我 來監督你 希望 不要用不正當的方法 來做一些政治的工法 你轉移焦點只是一時的 就是如你所講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你的團隊現在在喬蛋 你要怎麼處理 還是你就繼續放任他們喬 OK我們看